如果把中国神话历史浓缩成一天 到底能有多么的波澜状况 还只有小时候把它写出来了 城市 混沌初开 西方邪魔入侵 韩国一幅斩尽三千魔 西方神魔几乎死伤殆尽 而剩下八旗大蛇 野猛加德 大猫小猫两三只 但也早已被吓得魂飞魄散 纷纷逃逆躲藏 哪里还敢再露头 五十 商朝末期 商周王整日 贪图打起美色 领得朝野大乱 西方邪魔趁机卷谱重来 可即便有百万将士 此战不退 但凡人之躯 又怎能比肩神迷 鬼首的夜幕加德 甚至叫嚣到 神气之地的人类蝼蚁罢了 可是两个时辰后发生的事 却西方邪魔们好都来不及 真实 秦朝建立 九天龙蚁之上 骑士光怒赤道 无的江山 而等蝼蚁 岂敢放肆 随即一箭划破虚空 划下大地 轰隆作响 山海经世界 顿时降临人间 上古四大凶兽 饕天 穷奇 逃物混沌 一一现实 巴西大蛇还没反应过来 却为饕天 一口吞掉 之后 夜幕加德 更是被整整追杀了三个时辰 后续战况如何 说明我放评论区啦